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土豆做一个独特的吃法 味道真的特别的棒 先把土豆的外皮削掉 然后切成薄片 把切好的土豆片全部装在盘子里 上锅大火蒸20分钟 关火后焖一分钟再打开盖子 用筷子试一下能够搓烂就可以取出来了 然后放在盆中用擀面杖压成土豆泥 一定要压的细腻一点 然后加入一勺盐 再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和土豆泥均匀的和在一起 接着准备一碗面粉 分次少量的加入到土豆泥中 由于土豆的大小不一样 面粉要适量的增减 搅拌成絮状之后 下手和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要和成稍稍偏硬的 最为合适 面团揉光以后 揪下一桌放在掌心 搓成中间粗 两头细的面鱼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剩下的面全部做好以后 开始上锅制作 把做好的面鱼放在开水中煮三分钟 等到面鱼煮到全部飘起来的时候 捞出放到碗中备用 接下来调料汁 碗中放上生抽 香醋和香油 再加少许的盐 少许的白糖 加白糖可以适量的提鲜 再加一勺油辣子 搅拌均匀 全部浇到碗中 碗中我还放了黄瓜丝 香菜和米椒丝 这个配料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随意放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色香味俱全 喜欢的话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